人間苦空無常 願世人不分你我 秉足安然脫迷 縱世塵度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新子智庫》第十五集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些 關於一個評判 我們很多時候 譬如說我們去法庭裏 尤其是High Court 不論是英國或者香港也好 我們都會有一些是一個裁決 那裁決就是 通常就是 傳統世人來說 譬如說在英國 我們有很多時候去到一些 High Court的 或者 我們會有一些 甚至是Court Appeal 那我們有很多時候 譬如說 一般來說 都有三位法官 坐在這裏 那大家各自各 聽完那件事之後 大家各自各就寫一篇評判 然後呢 才大家拿出來 那有些情況 就是那些是三 三比一 還是怎樣 那有些情況 就是說去到一些Court 就是這個 有五位法官的 那大家好像投票一樣 有大家的 當然有一兩位法官 可能他看的意見 跟其另外那些大眾是不同的 我們有一兩位 零零射射射的 那當然 那我們要看那個 Designing Judges 他說什麼 那也都有 我們有幾種Terms 我們經常都會聽到的 我們譬如說看 Judgment 我們怎樣去一個 譬如一個 Law Library 去找一個Case出來 那我們 傳統上最多的 就是有 有 All England Law Report 那他們有年份 那你們要找一個年份 再找哪一個Page 去到哪裏 去到哪裏 那 又或者有 Queen Benz Tuitions 那我們又可以看到 這個再另外一輯 也是記錄這些Case Law 那當然 有些是Unreported 是不披露的 那 或者他覺得那件事是不重要 又或者有些情況下 他是想保留的 那有些呢 甚至乎有些呢 就是不想披露個名字 他就可以用一個代替 一個Alphabet 譬如A A A 那個Vers 我們讀N 那這些通常是離婚 那些Matrimonial Cases 這些家事法庭 通常是閉門的 不會讓你們 Open to Public 除非一些很爭議性很大單的 那些就可能有些記者會採訪 但是正常來說 就是說法官都會保障 如果如果 Matrimonial Cases 裡面有些小朋友 他們就不想 那些小朋友有個名字被披露的 那要保護這些小朋友的 那好啦 甚至乎有些Case 例如一些Criminal Case 那些刑事裡面 有些譬如說 Witness 那些受害人 譬如說強姦案 裡面有些 很多都是不會被披露的 就算是 准的記者進去 都不准披露 那個受害人 就是他姓什麼名媽 住哪裡 那樣 可能只是在案情裡面 又或者有一些 Attorney General 就是這個是 就是 如果用香港的術語 就好像一個律政司 拉回那個Case 出來 那些Cases 也是很冷血的 很多人害怕的 他們都不會披露得太多 因為這些通常都是 或者是 就是 枝解 或者殺人殺的 是很深寒的 可以有人拿去做一些 靈異片 或者鬼片去拍的 那樣 那今天想和大家說 譬如說 一個judgment其實很長的 有些judges 他們是可以 那當然是 Denning已經死了 還有很多 Lost Garment 還有Depro 很多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出名的法官 有很多都是來過香港 坐過最高法院 在那個 Supreme Court 那這樣 那好了 那他們大家大部分 我們都會看到 首先 一個judgment裡面 都有個 有個heading 有個名字 那個case叫什麼名字 那有時候那個case 又會 appear完appear 就是上訴完 又再上訴 最終 有時候可能 我們在看那個case 還未審完 那你要 要經常留意到 那有時候 最多最後 它會駁回 駁回的 那有些是可能會 升訴的 那 而那個case裡面 我們除了可以看到 法官的名字之外 我們還可以看到 它那個 原因 基於什麼原因 首先前面有個 bag管 一個很短的 例如有時候 對於一些 一些law student 他們很多時候 就說 太長了 有些去到百多頁 一天看十幾二十個 個case 就看得 死定了 第二天 就是不用睡了 那很多時候 就看個case 偷懶 有時候 那個教授 不會抽證問自己 那 那 OK 我們就看個bag管 就是看個 summary 它很簡單 就可以看到一個 告訴你 那現在當然 就是 以前早期 還要一本本去看 現在當然 現在全部 online的了 比如說 你給了錢 當然他收到的收費 學生的收費便宜 在大學裡面 比如說你自己是 一間律師樓 去收的錢 一定是多的了 給你們去online 有些 Nesis 後期有個 這個 這個 Weslaw 這樣 OK 那裏面呢 我們還會見到一些字 就是這樣 都會見到的 就比如有 Racial Desidenti 也都可以讀 Racial Desidenti 只是 pull from to unpull 就是一個複數 和不複數 那這個都是拉丁文來的 其實 在這個裏面 很多很多都是拉丁文的 那我記得Kim以前讀書的時候 還要尋找一堆拉丁文 你叫Volentine Novitinjirio 有很多很多的拉丁文 然後後面再用英文 再寫出來 其實其實 前面的意思 英文的意思 跟那個拉丁文的意思 是很相似的 但是你要寫多一次 就是你為了要給那個 marker知道 就是你懂這個詞 你懂用這個詞 但是呢 由於後期 有些法官就說 不如用一些paint english 不要搞那麼複雜 用完英文 不要用那麼多拉丁文 但是呢 老一派那些 依然 你看他們寫的東西 寫得很漂亮的 他依然喜歡拉丁文的 那所以呢 在King讀書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學生 他們其實都是 有些Chinese都是的 他們都是 有修 German in law 或者是 尤其是那時候 我們主力 更加會看一些 在歐洲方面的法律 我們會看歐洲法律 我們很多時候 有些 比如說 Vengen de Nune 德國 德國 就是荷蘭 我們很多時候 有些收到拉丁文 德文 或者是法文 因為你要在那裏賺食 你要在那裏 衛生 那你沒辦法 在那裏做一些 比如說 shipping law 或者insurance law 或者insurance law 或者這些 merchandise 那這些都 那些都 不同的 cases ok 那 好了 我們講一下 剛才講講過 Racial Desirendi 那裏 根據字面的意思就是 是法文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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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ch is court decision as funded many poorly written judicial opinions or do not contain a certain a key assertable ratio that's dandy but your meaning is that the rule of law on which a later court finds that the previous court funded its decisions a general rule without which a case must have been decided otherwise 這裏是指引了讀書的 在學校中認識大學的 這個學校就是講了不同的派別 除了Racial Descendant和Racial Descendant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字經常會見到的 就是Opetitive Dictum 就是有些大standing judges 有些不同的judge他們講的話 可能是偏離於比如說有五位法官 其中有一位就觉得其余大部分都觉得那件案可能就是那个人做的 尤其是刑事案或者其他人判他 是的,刑事案是什么的 那好了,可能有一个法官就会说 觉得这件事件上面我们还有些需要留意的 只是还有一个 opinion,一个是一个建议 可能建议以后或者中间涉及有一些是 一些公司的公司 例如很简单,以前有些案例就是 一个叫救伤车 一部救伤车就去救人 谁知道撞在一部车就横冲直撞在路上 反而撞死了人 那好了,他原先就去救人,结果就去撞死了人 那很多时候这些案例,法官还会有一个Obitant Dictum 就会说一件事,就是希望他们各方面改善一下他们的程序 那些他们有些指引啊,有些这样的东西 那所以呢,其实我们看案例里面 我们可以看了Ratial Descidentity 也可以看了Ratial Descidentity 也可以看了Obitant Dictum 那这里都是一些东西跟大家分享 那一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也可以去到一个Law Library 我知道现在在香港,你们不需要真的去到这个High Corp下面的Law Library 或者是你们是在大学里面 那你们可以随时可以access到 又或者你们本身是给了钱去subscribe的 即是给了钱是可以有那个access的 去这个不同的,这些online的东西里面 那你也可以看到不同的cases的 而且现在很方便 只要打击一两个keyword就可以看到整个cases 所有cases,包括英国,加拿大,香港,澳洲 还有很多,南非,很多很多不同国家 你都可以比较一下,可以看一下一样东西 那很多时候,即是法官量刑 当然有他的guidance 就是他们有个training的,他们有他们自己一套 但是一般来说,我们都可以 就是有很多大case 都是在外地请到一些QC班 就是现在我们以前叫queens council 或者是insilk 那现在可能就叫senior council 就是资深大律师 那有个整个team 整个team里面有个leading council 那可能有很多位barrister 很多位大律师 那大律师有一些律师solicitor 去帮他们去做 就是去prepare一些东西的 一些bundles的 那那个barr 就是我们价称barrister 那位大律师就负责去做 去到法庭要讲话的 但是当然了 有些大case有几位大律师 下面有几位 就是旁边有几位律师 然后前面有个leading council 那位council就是比较 比较一些以前我们叫御用大律师 就是queens council 现在我们叫之心大律师 cine council 那他们是领导的 那很多现在在外国聘回来的 这些council 很多都是在当地做成为 是一些大律师 当地是一些 即是当然了 他们是大律师 那他们除了在cine council之外 还是一个最高法院里面的大法官 那他们是可以出来找职的 可以来到的 但是当来到香港 我们就要跟他申请这个 一个 因为他的工作 他是一个working working permit 然后他就要看完 那究竟那个paticin shirt 怎样了 OK 那通常来说都不会做一个短期 OK 那视乎那个case 何时完 那这个就是小小东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 因为 甚至似乎做了很多集 都是有很多 知诗识礼 讲很多诗词 讲很多不同的东西 那又或者有些 有些人生自学的 那 那 这集就想说一些 一些 教维 就是 practical 一些的东西 多谢教维 各位收看今集的节目 那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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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